你知道下雨天是什么味道吗 在滴滴答答的雨声当中 有没有听见水的奇妙 由史前馆与台湾科学教育馆 一起策划办理的听水的故事特展 7月1号隆重开展 在水资源缺乏的时代 透过展馆中的互动体验 小剧场以及多元的展示内容 一起来了解水并且珍惜水资源 今天的特展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们的内容是非常的热忱 想传递很多的知识 传递很多的兴趣 但是它的本质水本质是很清凉的 尤其各位想想在花冬或整个台湾 那么炎热的一个夏天 外面三十五六度 有什么地方里面变成二十一二度 又有文化的内涵 又有很多的展望可以看呢 就是博物馆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 除了水这个部分 它是生命的泉源 也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除了两河油浴 尼罗河 甚至大陆的长江黄河 以及我们台东好山好水这边的悲难文化 几乎都是离不开水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元素 但是水之于说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了解到 微生有三个要素 一个叫做水 一个是电 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瓦斯 瓦斯基本上还是来自于怎么样油 那这三项就正是我们今天政府要大力推动的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来节约能源 能够在科学方面有所的增长 非常敬佩我们专管长 那最后我们也预祝 今天我们这两个月的展览 能够一定是让我们台东县的子弟 还有各位所有的游客来 都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惊喜 跟这个知识上的这样的饗宴 展厅当中分为三大主题 科学 文明 问来三个区块 踏入展厅有多款的互动体验 包含了龙骨水车 阿基米的螺旋水车 还有水龙头比一比等 就是呢不用用水的时候 要把水龙头关掉 这样比较环保 好的 因为其实事实上 因为我们都是北部的小孩 其实很少带孩子来东南部 对对对 可是透过这样暑假的一个空档 可以让孩子了解更多的一些资源的有限 透过展厅的互动体验设计 也唤起民众对于环境教育 以及教学的概念 东台宣布放林 郑慧如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